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人可以上中央党校 跟一般的大学比他们学习的课程有什么不同呢 罗坚校长您好 感谢您的提问 我们说的中央党校通常特指中共中央党校 中共中央党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80多年前 1935年10月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 定名为中共中央党校 1943年11月 延安中央党校礼堂落成时 毛泽东提写了时事求是四个字 并被加工刻在四块方石上 镶嵌在礼堂的正门上方 时事求是作为中央党校的校训延续至今 在外界看来 中央党校一直有些神秘高深 事实上 它确实有许多特别之处 因为直到上世纪80年代 中央党校还是一个在地图上没有标识 查号台 查不出电话号码的单位 如今 中央党校转为开放式办学 但它仍有很多与其他学校不同的地方 首先是入学门槛高 纪律标准高 相对于普通高校 进入中央党校培训 要经过严格程序 通常要经过组织部门筛选 每年有大批省部级 厅局级官员来培训 他们在校期间都不允许带秘书 乘坐驾 学员们需严格遵守作息纪律 外出必须请假 获得同意等等 其次 中共的领导同志经常在中央党校 有关研讨班 培训班 发表重要讲话 因此 中央党校也被海内外观察家 认为是解读中国政经走向的窗口 从2019年3月份至今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曾六次出席中央党校中青班的开学典礼 为学员们讲授开学第一课 另外 因中央党校培训的是各级领导干部 课程设置也与普通高校不同 授课内容由马克思主义哲学 经济学 科学社会主义和党史党建 及当今热点议题等 学员们还会去全国各地的企业 高校 研究院 基层党组织进行调研座谈 课堂众思辨研讨 课后 学生们还要写论文 研究报告 参与答辩 2018年 中共中央发布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将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的职责整合 新组建的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以承担全国高中级领导干部 和中青年后备干部培训等为主要职责 并提出 经过五年乃至更长一些时间的努力 将中央党校建设成为党内外公认的 具有相当国际影响力的党的最高学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